大學金智農業學系以及農業推廣委員會 這幾年都接受農委會的委託 辦理農民學院的相關訓練以及獎集的課程 那這幾天辦理了大型農機具的操作 以及檢疫保養委託的課程 有包括東部的宜蘭、台東以及屏東、高雄 來自全省將近50位學員 雖然因為氣候的關係、疫情的關係 三天的入門課程 前兩天我們改用試訓的方式辦理 那第三天的10座課程 那是所有參訓的學員最期待 想要親自去體驗的實機操作 現場操作的課程 所以在第三天的部分 所有來自於全省將近50位的學員 我們齊聚在明道大學將近35公頃的有機農場 那學校提供了八部各型式的大型以及中型的異影機 包含了後面所附掛不同的省工栽培管理的配件 有迴轉梨、有梨爬、有圓爬梨、有竹田梗機 以及自動撒播器等等 所有的設備以及附掛的元件 都讓參與的學員 驚呼連連 他們很難得在一個場合 能夠親自去試駕跟體驗所有的大型農機具 以及所有的省工、省食、有效率的自動化的農機 這也是明道大學配合農委會辦理這個相關課程最重要的目的 也希望透過這些課程的辦理 明道大學持續的帶動周遭的農友 在技術的提升、在品質的提升 以及更加降低成本 有效的運用各式的農機具的資源 讓所有的農友透過資源的共享 能夠讓台灣的農業更具有競爭力 更具有效率 這也是明道大學持續在推動清農培育 以及現代化農業的主要目標跟方向